你放心吧 你老公已经安全了 下回啊 除非你要生了 不然遇到像今天早上这种事情 我可不饶你啊 郝医生 谢谢你 郝医生 郝医生 谢谢你 不过 您为什么会被传承代言呢 这个问题 还是去稳加薪吧 我先去 这是有上课要用的教材 我已经买好了 你要陪我上课啊 以后你的每次课程 每次课程 我都会尽量遮住时间陪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帮我请到了好医生 我陪你上课也是理所应当啊 准备上课吧 因为我不能让我孩子的母亲 因为我不能让我孩子的母亲 独自受苦 面对这一切 奶奶 传承还在 传承大卖了奶奶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三年了 我明日在申请PIF 现在终于通过了 郝医生 又同意帮传承 背书推广 现在 传承已经卖断了 太好了 西 你真的太厉害了 奶奶 你听到了吗 传承成功了 传承成功了 你干吗 我妈说 一个人在最开心 或者最难过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拥抱 不然 开心会变得难过 难过 会变得更难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么早时找我 这么早时找我 你笑什么 你看 传承在匈牙利 连外国人也这么喜欢传承 你真是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你不想想我是谁 你是 承杰的总经理 不 你要说 我是你的靠山 知道了吗 大哥 大嫂嫂 这人啊 吃点早饭吧 我先不吃了 我拿了牛奶 你大嫂叫你吃 你不吃啊 你吃 你知道传承在欧洲开卖了吗 没想到你哥这么厉害 真的让传承 继续传承下去了 多希望 奶奶早一点醒来 看到这一切 哥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是吗 那你在工厂 和周展面前的时候 也这么认为吗 吃早饭的时间 就别谈公事了吧 吃吧 承认 我现在不是跟你谈公事 而是以哥哥的身份 给你写建议 我不论你在国外 读了多少企业馆里的书 但是我希望 你能把这些理论 先犯一犯 学会看清人心 才可以保命 如果你再遇见下一个周展 我不希望你脑子发热 而是保持冷静 和客观的分析 知道了 谢谢哥 快吃饭了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散会 谢谢 易总 这个呢 是最新的销售额报表 之前跟海飞集团 因为解约而跌到股价呢 最近有所回升 还有自媒体 你们想要采访 他们说 因为董事长昏迷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 独抗大局 用传承打了一个 漂亮的半身仗 他们想替你写一个 王子复仇记 得了吧 周总 周总 我们一走在 不认识我吗 走开 你走 对不起 易总 没事了 你出离吧 易总 这才几天没见 这么生分干吗 我周展来找你 还得预约 传出去不让叶界笑话 周总 我们之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怎么劳您 搭架我们公司呢 做生意嘛 最重要的是个例子 我今天来呢 是想跟您谈一谈 违约金的事 违约金的事情 双方法务谈就行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安思 总管 周总 麻烦人 法务部门干什么 我今天就跟你谈 周总 周总 我知道现在海飞集团 陷入了一些困境 咱们再商严商 一切按照合同行为 谁先说得解约 谁就付违约金 好 易总说得好 好一个再商严商 您放心 违约金的事 我绝对不会收下留情 周总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易总 这是咱们签的合同 不知道 您看过没有 条款我非常清楚 那就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里面有一条说 如果双方合作破裂 违约方应该承担 合同金额的双倍 进行赔偿 没错吧 我这儿呢 有视频 您自己看 现在 我以承接集团 总经理的身份 跟他解约 花鸟岛 即刻提供 所以我经常说呀 做生意的结果最重要 花鸟岛工厂 没有按照合同 如期进行生产 违约已成了既定事实 我方 已经进行了搜查 怎么样 易总 我们现在 可以来谈一谈 你英雄救美的代价了吧 为了逞英雄 你金口一开 就要整个承洁来替你买的 有这么一个 沉不住气的总经理 还传承 我都不知道 你们想传承神吗 你怎么 哪家谈生你这么无规矩啊 原来是老周家的儿子 原来是老周家的儿子 那you know